本期我们来讲一讲鳖甲 鳖甲是中华鳖的背甲 鳖甲的主要功效为滋阴潜阳 在5-7月份不获中华鳖 除去上甲晒干就得到了我们视频中的血甲 将其润透放入锅中 大火蒸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后将蒸好的鳖甲取出 然后趁热除去裙鳖 裙边就是鳖甲周围一圈富含胶质 很软的软肉 除去裙边后 我们再将鳖甲表皮覆盖的一层粘膜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粘膜 整个处理过程非常繁琐耗时 这就是即将处理好的鳖甲 将它表面附着的灰绿色粘膜全部除去后 它就呈现了古致原本的灰白色 由于这种处理方法费时费工成本较高 所以市场上大部分鳖甲都是用双氧水或者火箭去烧制的 我手上的这块鳖甲就是在用火箭烧制时放的火箭过多 所以把它烧黄了那一块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鳖甲 就是我们在餐桌上吃剩下的鳖甲 再当做中药材去卖 我手上的这块就是餐桌上剩下的鳖甲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甲壳上还粘有辣椒籽 还有辣椒块 我手指的位置有两个辣椒籽还粘在上面 每个行业都会有乱象和内幕 但是每个行业都会有坚守底线的人 今天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只做视频不易 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